大家好,又是我Ringo,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看過我的頻道都清楚知道 兩年前我都已經邀請過 Cornerstone Marketing CEO 跟我們聊天 而當時提到的項目就是巴奧斯特蘭 今時今日我也想邀請他上來 更新我們聽眾或者和我買過Fandome的買家 現在的進度是如何 還有他今天好像有些筍東西帶給我們 當然有筍東西帶給你和你的聽眾 我們筍東西遲些再說 第一件事我們要說 現在究竟這個項目是進展到什麼程度呢 大家好 讓我回報現在8號斯特蘭灣東的建築進度如何 我們在去年已經開始動工 然後地基已經完成 然後現在他們即將會有三個調備的 現在已經上了兩個英文要crane的調備 來開始做那個foundation 所以現在建築已經如火如荼 預計2023年會落成第一期 然後第二期藍座呢 就是2024年 最後的入住呢 就會是在我們那些townhouse系列呢 就會最後入住 就是2024年入火的 我記得兩年前 你就很清楚和我和我頻道的聽眾說過了 就是說 一件事叫做modern lifestyle 2020年根子年 我們也知道其實發生了很多事 令到有很多人都要work from home 其實你兩年前的事 放在現在裏 其實可不可以articulate 到呢 絕對可以 各往這一年 我們所面對的 就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進化 其實社會已經是憑著這個方向已經轉緊的了 是什麼呢? 電子化 是什麼呢? 高智能化 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生活質素化 這件事就是vandome 百合思議論 全部包含在他那個社區之內的 所以我們這個項目呢 是那個方針是沒有變 而不需要變 因為其實我們定出來的方針呢 是完全配合到現在現今每一個的小康家庭 他們那些的需要 那今天我們一開始已經說了 你說有些好東西介紹給我們 如果我剛剛看完就是townhouse 這一種townhouse 其實跟我以往看的townhouse不同 當我看下去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這些其實很適合香港人 因為第一它是用實施做的 For your information 大部分在加拿大的townhouse 都是用木造的 就算獨立屋都是用木造的 那其實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 用石屎造有什麼好處 以及其實究竟裡面 有什麼東西的upgrade 各位觀眾 你可以想到 Vandome的townhouse 是你所想到的全部都是升級的 有什麼呢? 舉個例子就是由你所說的石屎 石屎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隔音和防火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在這個townhouse的系列中 我是有兩個門口 是進入這個單位裡的 第一就是正門 就是我們面對那個公園 這個就是那個正門 不過有另一個門口 就是室內的 所以我對室外有一個門口 室內的一個門口 就是或者我是用一個停車場 我全封閉式的停車場 那裡去泊車 然後進去我的單位 我就不需要走前門 我是走後門 不過後門是和前門是呼應的 這個就是我的設計那裡不同 第二就是在室內全部的配料都是升級 由我們的地板開始說起先 就是地板有很多這種現在的建築材料 就是用那些laminate flooring 我們不用 我們是要用一些smart flooring 那個smart flooring的好處呢 就是防水 可能有些朋友聽過說 喂我在我的condo之內 然後我倒下了水 或者我淋花倒下了水 然後地板就開始會泡了 那些laminate flooring 就會有這樣的跡象 不過smart flooring 因為它的構造用的材料是不同的 所以防水的功能在一個condo的設定是很重要 而我們就採用這個材料 然後另一樣東西 有很多觀眾會關注 就是廚房 廚房是全方位升級的 舉個例 冰櫃的雪櫃是升級到36寸 36寸就是標準獨立屋的尺寸 因為我們意識到有很多買家 他們是由一個獨立屋搬進去這個condo 因為他們是想有另一種的享受 而一個獨立屋給不到他們 另外就是我們全部的廚櫃 都是全部意大利進口 因為他們手工優微 他們那個構造的材料 是一個很premium 很優質的材料 令到我們每一戶都會有一個更高層次的享受 我們全部的家電都是用Miller 美樂牌子的 德國牌子 而我們在這個美樂牌子那裡 是全方位又再找到一個professional series 不僅如此 我們全部townhouse系列都可以選擇用煤氣煮食 這個就是給每一戶是另一種獨立屋的享受 因為很少condo會用煤氣煮食 而我們特地在這個condo 特地的condo townhouse是選擇用煤氣 這個特地是一個特別的安排 其他condo是沒有煤氣煮食這個設備的 然後我們那個洗碗機 是美樂、Miller他們的quiet series 是很正音的 35dB是一個很高尚的配套 你可以看到發展商是很meticulous 是很仔細去挑選不同的材料 令到每一戶每一個用家 是有一個更高層次的享受 在我們那個第二樓和三樓 在我們的間隔 你可以看到發展商是盡量每一吋 每一個layout 是給我們的住戶更多的儲物空間 更多的空間 是令到他自己是可以organize 我們全部的closet 是包含有organizers 這種的organizers 令到我們在這裡入住的住客 是可以有更高層次的享受 意識到他們很多的雜物 很多的服裝 可以很有規律地放在closet 令到那些空間是可以物盡其用 那首先我們在咪前 你給我看那個site plan的時候 我都看到它是對住公園的 首先你要說 如果你買一間房子 在New York Central Park 即是對住公園的話 可能一倍價錢也不一定 但是我們多人多 就是內陸地方的 不會像溫哥或者香港 有個湖景或者海景給你們看的 但是對住公園的好處是什麼呢 Johnson 你可不可以和我們聊一聊 對住公園 其實帶給每一戶 是一個真的非常高的層次的享受 有很多人已經知道 其實最好的運動是什麼 散步 我們吃完飯 一起家人出去散步 而更加優美的就是 在你門前就已經有一個 兩畝地的公園的陸化 這個是一個市政府的公園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優點 另一樣就是公園的陸化 就會帶給更多的氧氣 那你知道現在那個生活質素 最重要的這個天康 是講一個Oxygenation 而你剛剛就在公園面前 而或者你有小朋友在公園裡玩的 你一個窗就已經可以看到了 其實我們專門是 在這個設計的時候 整個項目是已經特設了 這個系列的park collections 的townhouse 講開condo townhouse 我相信有不少人都很害怕 一件事就是 因為康德townhouse的面積比較大 譬如你五毛之一呎 那你二千呎 你都要給一千元管理費 那我想知道了 在發展商方面 有沒有什麼可以配套 令到一些人可以 說我不需要給那麼多管理費 因為我知道之前 其實他們之前的project Fontana 他們也都不是給很多管理費 在管理費方面 也是控制得非常好 在管理費方面 那我相信 那我相信 發展商一定有和Johnson 你談一個問題 我們用一個類別 一個category 或者你是 某個面積 在這個範圍之內 就劃一收費 這麼多錢 那這個呢 就是代表 每一戶可以省到錢 是不同的級別 收不同的管理費 我知道發展商 其實他們買了這塊地 已經十幾年了 那他們就 在十幾年前 也都見到 在一個名校區裏面 建一個豪宅 是相當之重要的 而今時今日 這一堆townhouse series 其實是target給些什麼人呢 一個專業人士 一個小康家庭 開始有小朋友 開始策劃小朋友的未來 他的成長 而最關鍵 就是high school 那個高中 這個最重要 所以Unifield High School 過了二十年 是全安省 是保持頭二十名的排位 這個就是代表 這一間學校 社區很著重教育 所以我們不僅在我們社區 在泛東裏面的設施 有兒童樂園 我們有圖書館 有study的讀書空間 work from home 我們的work office 會議室 這全部都是為 我們現在的二十一世紀 那些小康家庭而設的 其實我自己認為 一個好的校區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自己最近也有小朋友 我也會問家長 其實是好的private school 還是一個好的校區 他們答我的答案 其實一個好的校區 其實是更好 因為為什麼 你群的那群朋友 他們都是有質素的 到最後一條問題 為什麼發展商可以做到 只有10%的down payment 現在我們這個特別的 promotion program 是一個限期的 limited time offer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在建築 我們銀行 全部已經滿足了它的要求 所以這個是可行的優惠 明白明白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下次有機會的話 都會邀請Johnson過來 和我們介紹一下新的樓盤 如果大家對這個項目有興趣的話 記得打電話給我 RingoZen 647-638-910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 按讚